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在說特魯多為何突然取消緊急狀態法之前 我們先分享一條川普總統的好消息 2月23日星期三 負責曼哈頓地區檢察官 調查川普總統商業行為的兩名檢察官突然辭職 左媒《紐約時報》報導說 新上任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奧爾文·布拉格 對川普的案子表示嚴重懷疑 導致他的兩名高級檢察官辭職 今年1月仇恨川普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萬斯退休 阿爾文·布拉格接替了他的職位 布拉格說 他對推進川普案子有疑慮 檢察官凱里·鄧恩和馬克·布莫蘭茨提交了辭辰 事實上 這個案子已經停止了一個多月 期間沒有傳喚過證人 調查基本處於停止 《紐約時報》不得不承認 兩名高級檢察官的突然辭職 使這一高風險調查的未來陷入嚴重懷疑 《華盛頓郵報》也引用內部人士的話說 檢察官們共同辭職 表明他們對案件的進展 感到極度失望 對川普總統的調查是 時任地區檢察官塞勒斯·萬斯2018年發起的 去年6月 他指控川普集團及其長期擔任首席財務官的 埃倫·威薩爾伯格犯有稅務欺詐罪 今年1月 萬斯在退休之前還召集了另外一個大陪審團 本次辭職的檢察官鄧恩於1984年加入該辦公室 擔任萬斯的總法律顧問 從2018年一開始就監督了調查 並且成功地在美國最高法院就川普的稅務記錄進行了辯論 另外一名辭職的檢察官波莫蘭茨 曾經是曼哈頓的聯邦檢察官和刑事辯護律師 去年萬斯邀請他加入調查 而接手萬斯的檢察官布拉格自從上任以來 就沒有公開說過關於調查的事情 在1月下旬的一次媒體採訪中 他表示自己仍然在跟上刑事 跟蹤事實 並且補充說他無法透露更多的信息 代表川普集團公司的刑事辯護律師 羅恩·費瑟提對《華盛頓郵報》表示 布拉格沒有就調查進展 或者對川普的潛在指控與他交談過 但是鑑於週三事態的發展 他認為地方檢察官似乎已經審查了此案 並向副手暗示他不打算起訴 費瑟提說 沒有波莫蘭茨或者鄧恩就沒有調查 並且補充說 兩個人的辭職表明 布拉格可能很快就會結案 看到兩名檢察官辭職 費瑟提說 對事態的發展感到高興 同時堅持說 我的當事人沒有做錯任何事 上個星期 川普一再指責紐約的調查毫無根據 並且有政治動機 他在一份聲明中說 民主黨檢察官正在花費歷史上大量的時間 精力和金錢試圖抓住川普 兩名檢察官的辭職對川普總統來說 無疑是個好消息 不過 似乎也在川普的意料之中 截止到目前 我們還沒有看到 川普總統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下面我們重點說說 加拿大突然取消緊急狀態法的事 2月23日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 取消剛剛執行了10天的緊急狀態法 由於極左的新民主黨人的支持 這個史無前例的法律 星期一晚上 剛剛在加拿大下議院 也稱眾議院以185比151獲得通過 但是 還需要上議院 也稱參議院投票表決 星期三下午 特魯多在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方惠蘭 司法部長大衛拉梅提 公共安全部長馬首諾 和應急準備部長布萊爾陪同下 一起宣布了這一決定 他說 今天 經過仔細考慮 我們確認 現在局勢不再是緊急情況 因此 聯邦政府將停止使用緊急狀態法 特魯多還說 我們相信現有的法律和規章制度 已經足以保證人們的安全 當然 如果需要 我們將繼續在那裡支持省級和地方政府 特魯多的這個決定 既讓人感到突然 但也不出人意料 說他突然是因為 這個針對卡車司機的緊急狀態法 自從2月14日實施以來 按照計劃 30天之後到期 外界預計至少要持續三週 此前 沒有跡象表明 特魯多會對卡車司機做出讓步 相反 他不斷地刺激自由車隊和支持者 並且利用近乎無限的權力來施壓 甚至恐嚇卡車司機的抗議活動 現在 儘管已經取消了緊急狀態法 但是 自由黨政府如何使用金融工具 限制車隊資金賬號 參議院仍在就此事進行辯論 關於使用的金融工具 加拿大七警已經開始解凍與車隊有關聯的賬戶 然而 方惠蘭指出 將有一些銀行賬戶仍然保持凍結狀態 這些賬戶被凍結不是因為緊急措施 她說 還會有其他命令 比如法院命令 由於這些命令 銀行賬戶可能會被凍結 對於自由黨撤銷緊急狀態法 官方反對黨、保守黨臨時黨領 坎迪斯·貝爾根發了一個聲明 連續用了七個錯來抨擊特魯多 她在聲明中說 今天的聲明證明了 總理在援引緊急狀態法時是錯的 保守黨知道這是錯誤的 專家們知道他錯了 加拿大人知道他錯了 總理在援引他時是錯的 當他在週一晚上8點投票繼續進行時 他錯了 當他做出信任投票時 他錯了 從週一到今天 除了來自加拿大公民的大量擔憂 負面新聞和國際嘲笑之外 沒有任何的變化 貝爾根還說 特魯多首先出於個人政治利益而引入他 他現在出於同樣的原因撤銷了他 他知道他正在失去支持 保守黨議員 公共安全評論家拉奎爾·丹喬也說 特魯多的公告等於自由黨政府承認他們錯了 丹喬說 這是一場權力攫取 政府越權 我再次震驚地看到特魯多實際上承認了這一點 保守黨一直在說的是正確的 先有法律足以維持和平 保守黨議員曾經到現場支持卡車司機的 皮爾爾·伯里耶夫則提前發推 告訴了大家這個好消息 他說 特魯多讓步了 他將放棄緊急狀態法 感謝所有與濫用權力做鬥爭的人們 那麼 特魯多為什麼要突然改變主意 宣布結束緊急狀態呢? 在過去的48個小時裡發生了什麼變化? 我們分析 有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雖然緊急狀態法在下議院獲得了通過 但是 現在還在上議院進行辯論 有跡象表明 通過的可能性有些難度 特魯多與其被參議院否決 不如自己搶先宣布結束緊急狀態 根據《國家郵報》的報導 當特魯多在宏廳宣布撤銷改法案時 參議員們指示耸耸肩繼續辯論 按照計劃 參議院的投票將在辯論結束後進行 要麼是週三晚上 要麼是週四 辛斯科舍省議員特里·莫瑟開玩笑說 我很震驚 總理今天下午在這裡的演講中 竟然搶了我的風頭 幾年前 當他把我趕出自由黨黨團時 我以為那是他最後一次這麼做 最後 參議院代表馬克·戈爾德要求參議院 結束對該法案的辯論 並且確認不會進行投票 而在當天早些時候 一些參議員表示 他們在如何就延長緊急狀態法案進行投票的問題上 仍然存在著分歧 來自努納·伍特的參議員丹尼斯·格倫·帕特森說 我同意確實出現了緊急情況 但我不完全相信仍然需要這些特殊權利的緊急情況 不過 對於其他參議員來說 他們表示明確反對特魯多的緊急狀態法 加拿大參議院小組領袖斯科特·坦納斯說 我將投反對票 因為我認為不再需要繼續實施緊急狀態法案 他說 他只會分裂加拿大人 而且每天每小時都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分裂加拿大人 保守派參議員伯瓦·維奴在推特上 建議特魯多撤銷改法案 而不是冒著被參議院否決的風險 他認為 特魯多為了面子會主動撤銷緊急狀態法 伯瓦·維奴在推特上用法語說 總理知道參議院不會支持他 他選擇了讓步而不是承認失敗 而且按照加拿大法律 在啟動緊急狀態法的60天內 必須對是否應該援引該法案進行調查 然後將在360天內向議會提交一份研究的報告 所以 特魯多啟動緊急狀態法後 將面臨聯邦政府的一層種種壓力 第二個原因 正如保守黨黨領 貝爾根說的 專家們都知道特魯多錯了 2月21日 在眾議院和參議院沒有投票表決之前 來自安大略 魁北克 阿爾伯塔和卑施省等 至少由35名律師組成的小組 發給所有國會議員和參議員的一封信中 敦促他們拒絕總理特魯多援引緊急法 他們表示 政府在沒有滿足實施緊急法的嚴格標準的情況下 啟動了該法 危及了公民的自由 民權組織對特魯多自由黨政府啟動緊急措施提出了法律挑戰 指責政府援引該法案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 在特魯多取消緊急狀態之後 加拿大公民自由協會CCLA對此表示歡迎 說此舉早該實施 不過CCLA發言人艾比·德什曼在一份聲明中說 對政府的訴訟將繼續進行 德什曼說 我們仍然認為 法院對法律門檻和憲法問題進行評論很重要 以便指導未來政府的行動 儘管這些命令已經不再有效 但政府的行動為加拿大人留下了先例 第三個原因就是強大的民意 讓特魯多不得不為自己和自由黨的將來考慮 在特魯多啟動緊急狀態法當天 加拿大馬魯民意調查公司公布了一份民調 近一半的加拿大人認為 由於卡車司機的自由車隊抗議活動仍然在繼續 特魯多已經不能勝任其工作 調查結果顯示 48%的加拿大人認為 特魯多證明了他不能勝任總理的工作 35%的人不同意這一說法 18%的人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只有16%的人說他們想投票給特魯多 是因為他處理問題的方式 而63%的人持相反的看法 21%的人沒有意見 調查還顯示 53%的加拿大人認為 特魯多看起來軟弱 44%認為他激化了局勢 民調顯示 只有1 6 即17%的加拿大人 認為特魯多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來平息事態 29%的人認為他在面對抗議活動時 發揮了總理應有的作用 而事實上 儘管渥太華國會山的抗議活動已經被清場 但卡車司機的抗議活動並沒有因此結束 《國家郵報》消息說 自由車隊的抗議者正在渥太華郊外的營地重新集結 星期一 特魯多和渥太華市市長吉姆·沃森 都對此感到擔憂 他們擔心 抗議者在農村安營炸債 將給局面帶來新的變數 他們說 抗議者現在只是在原地修整 為另外一次封鎖做準備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 自由車隊的抗議活動讓特魯多政府在全世界人面前丟了醜 警察鎮壓和平抗議者的暴行也在全世界被曝光 加拿大的聲譽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相反的 加拿大卡車司機們的和平抗議 正在激勵其他多個國家 如美國、澳大利亞、法國、新西蘭、荷蘭等車隊 向極權政府提出挑戰 社交媒體的信息顯示 2月23日數百個美國卡車司機組成的人民車隊 已經從美國西部的加州的阿德蘭托體育場出發 正在向美國首都華盛頓DC挺進 聲援加拿大卡車司機的抗議活動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請見大家下期再見 請見大家下期再見